大家好,我是巴基兔子 由于词求连接方式这块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分成两期视频来做 上期视频,我们已经讲了并接连接方式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错接这种连接方式 在上期视频中,我们尝试了正极单列 与负极单列的相互连接 那这一次,我们要让两条正极单列相互靠近 我们发现,它们会相互排斥 因为同性相斥 那我如果要抱完硬上弓 我们来观察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发现,单列中间的部分好像就开开热闹 只有两头的词求在拼命抵抗 这是因为中间部分的词求们都是首尾相连 词例基本上已经闭合了 对外显现出来的词例 相比单列两头开放的词例要弱很多 我们继续靠近 这时候,中间的部分被迅速靠在了一起 而两头的词求们还在抗拒 我奉劝它们妥协吧 它们乖乖地照做了 就这样,我们得到了一条错接链 对比之前的并接链 我们发现,错接链的词求排列不太一样 两条单链之间刚好错开了半颗词求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错接链是怎么合成的 上面的说 对面的,别过来 我们不一样的 下面的说,没关系 试一试吧 我们可以挤一挤 上面的说 好吧好吧 那你们挪一下位置 挤到我们的空隙里来 下面的说 好累,我们来了 哎 果然,它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相比并接链 错接链明显更加紧密 我们来分析一下 错接链的每一颗词求的极性 我们发现 它们是真的彼此上下错开连接 形成了一条新的词理连接线 我们拿起错接链 抓住两头 轻轻地拉开它们 哎呀,这个拉不开 我们拿起错接链 抓住两头 轻轻地拉开它们 我们发现 它们是上下上下 错开连接 最后变成了等比例的混色单链 很有意思 错接链相比并接链更加紧密 更加牢固 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下错接作品中体会到 所以啊,并接与错接就这么一回事 我们发现了它们的不同 以后就可以利用它们的特性 创造出更有意思的作品 糟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下期视频我们继续来讲八颗球的词集 了解了词集 我们还要利用词集的特性 关注我 系统学习八颗球玩法 我是巴鸡兔子 一直按完词典的兔子 半斤半斤 下期视频见